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卖的啥药 他把真的已经是抵押给银行了 抵押126万 我是不巧的 我现在我也找了转发要钱的 糊涂的交易 守望都市 金属播出 长春市教育局再发通知 严禁培训机构聘用在职教师 这边接受局务电话 我们专办这块可以进行专项进场 处于高压态势 眼差眼慢 四平市率先执行 供暖最低温度提至20度 达不到20度点 那么四平热力公司 针对每户不同的温度低 制度不同的解决方案 雨雪天 车被砸 电付维修 款难结 我们把这个里培的材料 交给华尔农司 具体华尔农司应该怎么赔 那跟我们的消息没有完 因为里培的业务不是我们的财务 我们无能为力了 这个我们只是带员邻居收集资料 依据保险条款 是由员邻居先行支付给受害群众 地户漏水俯视车门 业主维权授制 鉴定完了之后就带联系组上了 然后现在物业的态度都是不管 这几乎是贵我们物业管理的 你们采访必须得通过我们媒体对接人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教育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针对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 长春市教育局连出重拳 展开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昨晚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 就发布了长春市教育局 下发的一则紧急通知 那这通知中指出 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聘用 中小学在职教师的行为 实行零容忍 举报一起查处一起 严格执法 一经查实 一律吊销 办学许可证 12月8号长春市教育局发布 关于严禁校外培训机构 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的紧急通知 通知中表示 近期在全市展开的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治理行动中 发现个别校外培训机构 存在违规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 参与有偿补课的行为 此行为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 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 对社会造成极其不良影响 虽经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身 但仍有少数培训机构顶峰而上 不收敛 不收手 教育部门等九部门 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 明确规定 严禁批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到培训机构任教 一旦发现坚决吊销办学许可证 首先得提供详细的一些信息 你比如老师的姓名单位 所教学科上课地点上课时间 已经核实的话管辖全线进行受理 这边接到举报电话 我们专办这块也可以进行专项检查 出于高压态势严查严办 此前11月12号 长春市教育局为了加祥师德师方建设 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 推进落实教育部门 关于治理在职中小学教师 违规有偿补课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组成了十个机动检查小组 对重点区域 重点学校 重点对象 要进行全天候 全覆盖的督查检查 而在这样的铁腕整治的情况下 仍有几位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12月3号 长春市教育局发布了 关于近期几起在职教师 有偿补课 及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处理情况的通报 长春市教育局 对教师有偿补课 及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 将始终保持专项治理 高压态势 坚决遏制 有偿补课势头蔓延 如发现类似情况 可拨打长春市教育局 综合治理监督举报电话 88787110 爽东市军阳志刚报道 在职中小学教师 违规补课的行为 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 有损中小学生身体健康 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 和家长经济负担 对社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 一系列的行动也体现了 教育行政部门整治的决心 希望各校外培训机构 能够依法依规办学 有违规行为 要及时收手 我们再来说说供暖 根据吉林省城市 供热条例的规定 供热期间 居民用户的室内温度昼夜 不得低于摄氏18度 这个标准 其实已经执行很多年了 没错 不过为了提高 热用户家的舒适程度 2018年开始 四平市率先将供热室内温度的 最低标准提升至了20度 那这也是吉林省唯一一个 供热最低标准 达到20度的城市 根据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 第15条规定 供热期内 居民用户的室内温度 昼夜不得低于摄氏18度 但是如果按照室内温度 舒适度的角度来看 20度是较为舒适的指数 2018年开始 四平市就按照20度的 供热最低标准 对全市的热用户 进行了供热 咱家系统达到多少度 我家现在得算23度 咱家是老楼系统 老楼 现在今天给的都挺好 现在的温度标准 给提升到20度了 多两度 就是觉得屋里更热乎了 我们老百姓觉得非常欣慰 四平市提升到20度 主要是我们18年的时候 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 我们住建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协调热力公司 我们每周都对 供热企业 热力公司 的热源及管网维护情况进行调度 经常伸入热源厂 供热管理站 调度时 施工现场 检查都道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四平市住建局都道供热企业 按照取暖期用煤总量90%的标准 及早完成了煤炭储备工作 提高供热热源能力和管网承载能力 2020年共完成新建和改造 供热管网38公里 新建168兆瓦调风锅炉一台 热源调风能力达到1600万平方米 而作为供热企业 也对热用户家进行实时监控 上门测量 确保供热标准 针对四平市现在悬控户 管网布局不合理的用户 以及顶顶边达不到20度的 那么四平热力公司 针对每户不同的温度低 制动不同的解决方案 服务热线监督电话是96197 欢迎全市各位用户给予监督 从18度到20度 这是四平市立民政策的重要举措 四平市的市民 也正在享受着多两度的温暖 目前这也是吉林省 唯一一个供热标准 达到20度的城市 未来也不知道 还有哪些城市会像四平市一样 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供热标准 不管怎么说 温度提高了 对于我们东北的老百姓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在寒冷的冬天里 多两度也让大家的心更温暖了 这是守望渡市记者 白鸽公雷在四平市 为您发回的报道 那今年的供暖季 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 大多数居民家里的这个温度 都已经达标 或者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的温度 但是前段时间 我们的节目当中 报道了吉林市传言区 红博育原小区的居民家里 供暖从来没达标过 大家也多次找过这个供热公司 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那接到居民的求助之后 我们的记者也到该小区了解了情况 并采访了供热单位 具体上小区供暖不达标的原因 是供热设备出现了故障 供热公司也承诺 会立即对设备进行修复 那如今事情过去一周了 小区供热有没有恢复呢 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询问了居民 现在是晚上6点02分 我家里的温度是15度 一直都是就是156度 有点阳光的时候还能暖和点 这是12月初 记者在吉林市洪博育园小区 18号楼居民家采访 供热温度不达标时的情况 采访当天 供热公司也表示 因供热设备出现故障 会立即修复 那么事情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这里的温度是否恢复 居民家的温度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再次来到吉林市 复原热力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再次来到了之前反应问题的住户家 同时也随机走访了其他楼的几家住户 了解到 12月初记者采访结束当天晚上 温度就逐渐升了上来 在现场工作人员又对 各个住户家的供热设施进行了检查 并对京东居民家的供热温度 做出了承诺 在这儿我不会持续关注这个楼 和咱们这个民家 你放心 就是始终会让你们温度在打扁 温度哪儿 心里哪儿 同样感谢守望都市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守望都市文泽志刚吉林市报道 又到一年公暖季 守望都市再次出击 空热警察队第四季全面升体 四字组记者 进入了全省各县市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出行 冬季到来 咱们东北经常会遇到降雪天气 每次降雪过后 路面上的冰雪 都会给我们的出行 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距离上次降雪 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 长春市区内 大部分路面上的积雪和结冰 都已经被相关部门清理干净了 但是仍有部分路段 存在路面结冰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的记者 也对其中几个路段 进行了实地探访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春城大街与春平路的交汇 那透过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整条路面的结冰情况 非常严重 据附近的居民跟我们反映说 这给他们的出行 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相当困难 速度还慢 还不敢快骑 害怕 不愿意走这条路 容易塞到 不管年龄大 年龄小 都得注意 此外 根据市民赵女士的反应 记者又来到了 刘颖南路 与农安北街交汇处的人行道上 看到这里 结冰情况 同样非常严重 并且该路段 近邻 刘颖小学 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滑着滑吧 小街小厢城有点 有点那怎么 人离不到也得克服 环卫工人都在那边清 他们也得一面一面清 现在清的冰的难度老大了 因为它底下是冻的水 完了再雪 一冻一块 那么记者刚才也试了一下 整个路面可以说非常的湿滑 那记者也想提醒一下过往行人 在遇到此路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 谨慎慢行 随后记者也将此情况反映给了 长春市路源区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距离上次降雪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但是除雪清兵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主路 然后是一二三级别路 都是在途步清理 然后有一些小活动 可能是没清理到位 但是马上都没清理到位的 您刚才说 那条路尽量照须时间 第一时间都为它能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一通河长青桥东侧的人行道上 那在记者脚下可以看到 现在路上截了一层厚厚的冰 那顺着镜头可以看到 这层冰大概延伸了两三百米的距离 为市民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不方便 绝对不方便 这都我们到岁上的 起来去得一走都害怕 滑呀 你能看出来啊 猪菜一滑 完了晚上一动 特别滑 12月8号 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记者与此路段所属的 巴里铺街道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反映路段接兵的情况 在第二天 记者也收到了返回电话 对方表示 目前已有环卫工人 对一通河长青桥东侧 人行道上的部分积雪积冰 进行了清理 那块给清理了 清理出来一米宽的 这样人行不到 方便那个军民出行 随后的话 再进行大面积的清理 如果是以后军民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 首网都市报道 中国红 红西放 西放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正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本田 新CIAV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请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白城 请 零下十五到零下三摄氏度 松原 请 零下十五到零下六摄氏度 四平 请 零下十二到零下一摄氏度 辽园 请 零下十四到零下一摄氏度 吉林 请 零下十到零下二摄氏度 通话 小雪转情 零下六到零摄氏度 白山 小雪转情 零下六到零上一摄氏度 严吉 请 零下十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白山 小雪转情 零下十四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春 请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金龙鱼 农香奔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老泥叫芝麻香白酒 东北嫁酿茅台品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Niun Nissan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二手房买卖 为效率 贷款更名 同步办理 我们对面做贷款 那边去更名过户 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去把名字更名过户了 更名完成挺顺利 不想贷款却出问题 这个贷款没下来 但是这个好字名 已经公名给孙静了 房子成了别人的 房款却迟迟拿不到 买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啥药 他妈真的已经去 抵押一个银行了 抵押一万二十六万 我是不求的 我现在我也找买方要钱的 葫兔的交易 守望都市 金龙博出 雨雪天车被砸 电付维修款难结 我们把这个米媒 这个材料 交给花园公司 具体 花园公司应该怎么赔 那跟我们的消息没有关 因为理股业务 不是我们的办法 我们无能为力了 这个我们只是 带原邻居收集资料 依据保险条款 是由原邻居 先行支付给 受害群众 地库漏水俯视车门 业主维权授击 鉴定满了之后 就再联系不上我 然后现在物业的态度 都是不管 这地库是对我们物业管理的 你们采访 必须得通过我们媒体对接人 另辟蹊径 以字作画 灵魂画手 上抖音 这张画呢 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这几个字 我把它对称了 中南山 原始 这个我一直保存 下一步我想把它表成画 然后送给中南 本来木油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红血血 好心脑好 特约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手上 都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1月19号 一场罕见的洞雨 加暴雪天气 造成了大量的树木折肢 那还导致了不少车被砸坏 当时呢 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 发布了信息 说这些青岛的树木 都购买过保险 可以对被砸车主 进行理赔 不过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报道了几起车主 理赔受阻的事 前两天 长春的许先生 又向我们反映 他的车也被砸了 那为了不耽误用车呢 他已经对车辆是进行了维修 可是修车的费用 却一直没有得到理赔 在那个天然路车位上 树挂下来了 往来直接把那个车给砸坏了 车都哪个地方维修了呢 车有前方挡 后队灯 后尾灯的叶子板 左侧的有划痕上的 许先生回忆 维修后需要支付修车费时 他再次联系了南关区园林管理中心 对方告知 需要先行垫付修车前 拿着发票到南关园林投保的 人寿财险公司进行报销 然后我们来到了园林呢 签了一个调解协议 之后去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说他们那个园林的保险额度到了 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那个赔付 得等那个接到园林的通知 目前许先生的车辆还停在4S店 到底是什么原因 修车后无法赔付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南关区园林管理中心 了解了车辆理赔的流程 保险公司说呢 这边还没有接到园林的消息 我们把这个理赔这个材料 交给保险公司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消息 具体保险公司应该怎么赔 那跟我们的消息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园林这会儿指责 这会儿已经做完了 因为理赔业务不是我们的办法 我们无能为力了 保险公司这边给车主的反馈 还是说有一个理赔额度的问题 按照对方的说法 车辆理赔后续工作 应由投保的保险公司负责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 中国人寿财险长春公司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因为保险超额的问题 目前保险公司方面 只代收材料 涉及维修的车辆也均未赔付 园林这边跟我们说 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材料 拿到这边 然后你们就可以进行理赔了 这个我们只是带园林去收集资料 依据保险条款 是由园林局先行支付给 受害群众 之后他们提供资料 向公司在进行索赔 目前来讲的话 园林出去这个材料 是不是也因为有超额的这个问题 导致现在所有的车主这个钱款 都没有进行赔付 对对对对 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就是说因为超额的部分 现在一直打不上公司 所以一直现在也赔付不了 去了园林局四次 去跟园林那边去沟通 但园林局那边迟迟 也没给个明确答复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 长春市林业与园林局 希望了解被砸车辆的理赔问题 但对方表示 就此类问题 目前不便进行说明 守望都市 新京富强报道 看来由于保险超额的问题 没有得到赔偿的车主们 还得等待相关部门 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那想要讨个说法的 还有长春的车主张女士 张女士家住蓝色港湾小区 三七 一周前 她将自己的新车 停在了车库里 没想到 这个车库上方漏水了 水流到了张女士的车上 一开始 张女士以为车只是脏了 擦一下就好了 可是后来她发现 这些脏了的部位是根本就弄不掉了 她怀疑是被流下的水腐蚀了 张女士表示 车位是在物业公司租赁的 但是事情已经经过一周的时间 物业公司没有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首先就是我给物业的管家打的电话 物业管家过来 然后也承认了 然后她说跟那个防水的联系 然后跟防水的联系 然后她跟我去4S店做的鉴定 然后鉴定完了之后就再联系不上了 然后现在物业的态度就是不管了 张女士说 当时与车库防水工人去4S店确定车损时 确定了维修车身和车衣 共需要1万元 但是当张女士后来再次联系 防水工人的时候 电话就打不通了 在张女士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 一名保安进入镜头内阻拦采访正常进行 随后张女士拨打了物业工作人员的电话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会有媒体对接人来到现场进行沟通 但记者等待了30分钟后 并没有相关工作人员出现 为了了解情况 张女士再次拨打了物业电话 均无人接听 整个采访过程中 对于车库漏水造成张女士车损的事情 都没有工作人员出面沟通解决 节目播出前 张女士打来电话表示 物业也没有联系她解决问题 守王都市刘阔公雷报道 张女士在物业租车位 被车位上方留下的液体腐蚀了车 物业理当提供后续的善后服务 这最起码应该从中沟通 而不是提供一个电话了事 毕竟作为物业收了服务费 就是要为业主服务的 另外对于采访当中提到的 媒体对接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职务 我们也无从得知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告知 让等待对接人回复 但之后就真的没有回复了 我们希望今天这件事呢 最终还是能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条消息呢 广大参保人员要注意了 保费的集中预缴期 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 那还没有缴纳2021年 长春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市民要抓紧了 具体详情来看一下 今天的电名发布台 近日 长春市医疗保障局 发布2021年 长春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指南 提醒广大参保人员 2021年 长春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 集中预缴期 至12月31号结束 目前 长春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已开通5个渠道 分别是 微信小程序缴费渠道 银行缴费渠道 电子税务局 自然人网厅缴费渠道 社保费管理客户端 移动POSE机缴费渠道 12月9号 记者在相关政府部门了解到 近日 长春市路原区 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等三项社会救助业务的 审批权限 下放至辖区各接阵 目前有需要的市民 已经可以在街道 办理相关业务 政策下放以后 那程序简化了 老百姓呢 比以前跑的次数 就相对少了 一个月可以 就是有两货 可以同时参加比对了 上半月和下半月 市民来了 他拿户口本 身份证 够了 咱们就开始往下进行 据了解 在城乡低保申请条件方面 申请人需要具有 长春市路原区户籍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与低保标准 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 临江市计划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4名 报名由招聘单位 或其主管部门受理 采取网上电子邮件 报名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12月17号至12月19号 具体招聘详情 可登陆临江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最后关注停电信息 12月11号早8点半 至中午12点半 长春市南关区 盛兴县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 南三环城路两侧 人民大街以东 一通河以西 南西湿地公园 地铁城开集团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下面又到了我们的 我在抖音上电视板块的时间了 新媒体短视频 是现在大热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 很多人通过短视频平台 记录自己的生活 展示自己的特有标签 并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 大家都叫他杂钢 因为他的抖音账号的名字 叫做私事杂钢 他是一位美术老师 因为画出的作品特别的逼真 因此就创作了一系列 视觉错觉的短视频 这些美术的表现形式 也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特别是他创作的一幅万字画 这幅作品近看都是密密麻麻的字 远看就是一幅画 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杂钢 在短视频平台做创作达人 那么多我不说话了 哎呀我的天哪 我叫你家长吗 家长明天下午来谁要一看 我都把肠造了 啊 就你家孩子能够啊 还有什么 而且在短视频 好多人说 哎杂钢你是不是老师啊 你是不是学生 你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 其实我是老师 我是教画画的 杂钢最早发布的视频内容 是他和同学用画的画互相捉弄 在他的视频中 小到一个水果 大到一扇门 都可以画出来一甲断针 杂钢说 有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小物品 画出来至少也得需要各把小时 里边有油画 里边也有彩线画 简单的道具有大有小 大的话我记得就是画一张门 老师一走 然后把门一开 结果是一张纸 那个是有四张的 一开的纸拼起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画了两天 现在私事杂钢的作品里 除了以甲乱针系列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创作画方式 就是万字画 我们在画搜描肖像的时候 后面有一些肖像 无非就是排调子 排平行调子 后来我想可不可以用咱们中国的汉字去拼接 之前最初的版本就特别恐怖 因为脸上全是字 对吧 现在就是演变的比较衔接自然一些 就是画的万字画的重的地方 比如说眼球啊 头发啊 可能要写五六遍 或者是十遍 就是铺一层 然后再铺一层 这张画呢 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这几个字 我把它对成了中南山院士 一直这个我一直保存 下一步我想把它表成画 然后送给重老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万中一心 凝聚的力量 这个是郑凯 郑凯的 对啊 从来没有说过 就是你画一张画 我画一个明星 我居然可以送给他 是你在召唤我吗 这张画我要咯 问一个问题就是 您在画万字画的时候 会不会看着这个字都不认识 哎呦 我这个是最想说的 就是我经常就是写着写着 我就不认识这个字 就是有一次写那个真假的真 前几天画个钉针嘛 我里边那个针 到底是多一横少一横了 我只能就是把那个字写在旁边 去照着写 就是画过多少张万字画的 大概我觉得 从开始到现在 我自己啊 不算我徒弟 我自己画的应该有上百张 因为对 量不出来 你画不出来 就是不会画得很细的 现在你的粉丝量也挺大的 一共八百多万 对八百多万 走在路上的这个 走在路上 我特别想说这个 就发生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哎你是不是那个画画的 都爱对 哎呀呀 拍照 这第一种 还有一种情绪是 哎你 你好像一个人呢 我说你谁啊 他说你好像是前期啊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在杂钢的创作过程中 她是快乐的 而这份快乐就源于热爱 经常在课余时间去拍一些搞笑 恶高老师啊 恶高新同学呀 段子 他们觉得很好笑 他们觉得画画好有魅力 好多人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画画 我看了你的段子之后 哇 我也好想学美术 杂钢的老家 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 因为他从小喜欢画画 高考后 他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走出村子 现在又凭借着执着的热爱 用独特的方式 向大家传递着美好 就是当你画的 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感觉到累 就非常喜欢 你通过这个网络 很神奇的这个平台 认识世界 可以这么说 我起初的初衷 遇到现在 其实就想把搞笑也好 感人也好 这些正能量的视频 以美术的方式 以画式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其实像杂钢一样的8090后 新一代青年 无论身在哪个领域 心中都还会怀揣着梦想 现在新时代的风帆 已经扬起 作为社会新任命的中流砥柱 我们的确需要 更多的勇气和创新 即使我们生而平凡 也要不舍热血和初心 二手房买卖 为效率 贷款更名 同步办理 我们对面做贷款 那边去更名过户 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去把名字更名过户了 更名完成挺顺利 不想贷款 却出问题 这个贷款没下来 但是这个房子 名已经更名给顺敬了 房子成了别人的 房款却迟迟拿不到 买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啥药 他把真的已经是 抵押给银行了 抵押1万26万 我是不求的 我现在我也找 转发要钱的 不透的交易 守望都是金顶多出 贷款购房五个月 临近交房 款难下 咱们的销售顾问 有没有责任 去跟银行 对解他们 我们肯定会对解 但是银行给我们反馈 就是现在在什么当中 原来我就不知道创新男人 你审批是啥 是出审风过 不然时不发现 这个可能是 有点是下次 有点是问题 倪洞云 5G时代 您身边的智慧云 本栏目由清血 八卫片 国药清烘血 血好 心脑好 特意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来看新闻 今年6月份 杨先生在公主领事 范家屯镇的硅谷 印象小区 购买了一套房子 当时杨先生 办理了贷款购房 交了20%的首付款 并在吉林银行 做了房屋贷款的面签 7月份杨先生接到销售中心的电话 告诉他 面签合格 可以签订购房协议了 于是杨先生签完合同后 就等着放款 可如今眼看着就要交房了 杨先生的贷款却还没有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月23号在硅谷印象这 交的定期 决定贷款购房 首付是20% 交了85266 他给我推荐是范家屯的吉林银行 过那轻便钱 7月21号 售楼顾问通知我 银行审批贷款通过了 让我过来签合同 杨先生说 今年7月份 与销售中心签完合同以后 他就回家等着银行放款了 期间他也问过销售中心 银行放款什么时候能下来 对方的回答是 银行正在审核中 杨先生也没多想 反正年底交房也来得及 可是到了11月份 距离交房日期越来越近了 杨先生就着急了 当时银行跟我说 是贷款审批没通过 又让我加10%首付 9月份以后 新政策下了30% 但是我这个也不生效 我这个应该是在 6月份7月份左右 提交的这个审批 每到9月份 我提交文件的时候 记者在长崔市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 在9月23号发布过 关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 其中调整商品房信贷政策 购买首套商品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 杨先生表示 他是在今年6月份提交的审批手续 在发布通知之前的三个月 就应该按照首付比例20%执行 如果说这个价有哪方面不合格 这期间你们银行工作人员 售楼工作人员 你们应该打电话通知我 在这个期间 没有人打电话通知我 我如果不是11月11号打电话 我还在这啥等着 我还不知道有这种事 这个责任不在我身上 就在你们身上 与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个错误 要让我来承担这个后果 为了了解事情的进展 记者来到了杨先生购房的 硅谷印象小区的销售中心 销售中心的裴经理进行了借贷 咱们的销售顾问 有没有责任去跟银行对接 我们肯定会对接 但是银行给我们的反馈 就是现在在审核当中 审核当中 审核当中 审核就是慢 一般都是两三个月 我们去年的时候 甚至还有做了半年的 这位裴经理告诉记者 从杨先生购房到现在 他们和杨先生 都在等银行的最后放款 可是现在得到的通知 是之前的审核未通过 他们也没有办法 银行那边 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啥 就是我不知道是谁的错 但是我们开发公司 所有的手续 全都履行完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 因为你是早买的 然后你所有东西 该做都做完了 然后你现在呢 已经过了那个 就是首付比例 这个调整期 那你就只能30%首付去做 销售中心给杨先生 提出了解决方案 是说如果杨先生 有经济困难 可以在销售中心 再做一次首付分期 杨先生也是要考虑考虑 那么到底什么原因 贷款没有放下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吉林银行 公主领支行 记者见到了 零售信贷部的工作人员 按照咱们正常流程的话 像他这种房屋贷款的话 是多少个工作日能带下来 我们客户吧 现在非常多 哪个月吧 可能我们接件 能接三三个月 假如是轮到他那了 从他资料完整的开始算 大概十分钟肯定结束了 如果说给他排号的话 咱们的工作人员 会不会给他打电话 跟他说 先生你现在需要排号 去做 假如说那个审评完了 我们通知楼盘 楼盘通知业主 这之前受了处 他就受处了 也问通知 受了处 大概就会很忙 受了 是忘了 没有告诉 吉林银行公主领支行 零售信贷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杨先生面签出审通过 确实是在2020年9月份之前 复审过程中 就已经处于出台新政策的节点 现在考虑到杨先生的实际问题 他们也给杨先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现在推出一个政策 现在你得给政策给你做 政策做你不管是首付 然后呢 买了房子 他也装修嘛 装修我们还有一部分 那部分10% 我给你做一个装修贷款 这部分解决 这部分解决 如果是不合格 你就是早按我多少 那有用吗 他本身的不合格 咱就说按装修 带国给他往前批贷款 不也批不下来吗 差在哪儿 我觉得我就不知道 差在哪儿 你审批这啥 是初审通过 装款的时候发现 这个可能是有点小瑕疵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银行的工作人员 始终没能说明 杨先生放款中 出现的瑕疵是什么 而面对硅谷印象销售中心 和吉林银行 给出的解决方案 杨先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要是开发商这边老 就是同意这个分期 剩下的10% 银行这边也答应 再给我另做一笔 相等数额的这个贷款 能帮我这个事情解决了 也可以 在节目播出前 记者接到了吉林银行 工作领支行工作人员的电话 杨先生客户反应那个问题 我们也上午和客户达成了和解 对杨先生这件事情 给他办理特殊的绿色公道 然后在我工作日内 对他这个事件 给他一个圆满的解决 守望都市报道 二手房买卖为效率 贷款更名同步办理 我们对面做贷款 那边去更名过户 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去把名字更名过户了 更名完成挺顺利 不想贷款却出问题 这个贷款没下来 但是这个房子名 已经更名给顺敬了 房子成了别人的 房款却迟迟拿不到 买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啥药 他把真的已经是 抵押一个银行了 抵押126万 我是不求的 我现在我也找买方要钱的 葫芦的交易 守望都市 今日播出 前两天 江苏南通的郭先生 买了一头牛 没想到这牛 突然上蹿下跳的满街跑 还疯狂地冲向了一位老人 无奈之下 郭先生只能报警求助 蜂牛大概有500公斤重 沿着三四五国道 一路狂奔 到了西亭红绿灯路口 那么当时我们也非常着急 路面的这个情况很复杂 甚至于说这个学校呢 到了四点钟 学校将近要放学 如果跑到学校周边 这个对学生 对家长这个安全 会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追捕中 蜂牛往西拐弯 在家店铺门口 突然转头停下来 门口正好站着一位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千军一发之际 特警也赶到了 我看到这个牛一开始 跟这个老人在屋外进行对峙 忽然对老人进行了攻击 然后用牛脚将老人 顶进了屋内 并顶在墙上 然后又松下来 老人掉落在地上 然后牛用这个前提 对老人进行了踩踏 当时的情况非常地紧急 民警陈双双是特警中队的神枪手 曾经击毙过四五头蜂牛 趁着蜂牛倒地的瞬间 民警立刻将屋内的老人救出 与此同时 风牛又动了起来 出来之后 然后我一直拿着枪持枪戒备着 后来发现牛又要起来 所以说当时预判必须得再补一枪 所以说开了第四枪 受伤老人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没有大碍 陕西李女士的闺蜜经常来她家做客 不过李女士发现 每次闺蜜来了之后 都会莫名其妙地丢一些小东西 而这位闺蜜的小动作 都被监控记录了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不知情的李女士还不相信 闺蜜是这种人 看了监控视频 才认清闺蜜的真面目 可真让人寒心啊 你当人家是闺蜜 却被当成提款机 下面这片子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她给我拿了一百块钱 然后我用验钞机验过了 是真钱 我刚准备找钱 然后进来一个男的 她说不让她妈给钱 然后她用手机支付 把我们钱直接拿回去 接着那个妇女 就立马把钱塞到我桌子上 没注意就能找了 俩人这操作 就像那演电影似的 演技那真是杠杠的 连店家都不知道 是咋被骗的 提醒商家 离过手的钱 一定要重新过眼钞机 一旦疏忽大意 有可能就会弄个 柴火两空了 下面来看的这位 绝对是高手 厨师佐师傅 擅长用白菜叶子 雕刻人物头像 等各类作品 而且个个都是栩栩如生 不得不赞叹一下 师傅的好刀工 这得练多少年呢 网友纷纷赞叹称 一颗白菜叶都能整得 眉清目秀 真的是太厉害了 下面这小伙也挺牛 1994年的男生 因兴趣自学特效 制作了各种 炫酷技术流的视频 为大家打造了 一幕幕的视觉盛宴 咋这么有才呢 做得也太逼真了 要不说是特效 真以为是小伙会魔法呢 二手房买卖为效率 贷款更名同步办理 我们这边做贷款 那边去更名过户 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去把名字更名过户了 这个贷款没下来 但是这个好字名 已经更名给孙境了 房子成了别人的 房款却迟迟拿不到 买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啥药 他真的已经是 抵押给银行了 给押一万二十六万 我是不巧的 我现在我也找了 百分要钱的 狐兔的交易 守望都市 今日播出 本栏目由 清血八维片 国药清哄血 血好心脑好 特别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的田女士一家 遇到了件烦心事 因为田女士的婆婆 看病着急用钱 家里人决定 把自己家的一套房子出售 可是没想到 如今房子成了 别人的卖房子的钱 却迟迟没有拿到手 买方在缴纳了一万元定金后 很快还清了田女士婆婆 余女士的房屋贷款38万 接下来就是下一步贷款了 当时签合同市立建博 房子更名过户 到办这个贷款的时候 是孙静 我们问他跟孙静 是什么关系 问中介 他们告诉我是老公 夫妻 银行去贷款之后 告诉我们这个审批 是可以通过的 我们这边做贷款 那边去更名过户 节约10节 然后我婆婆就 这边跟孙静 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去把名字更名过户了 过户办理得很顺利 但是买房贷款 此时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贷款没下来 但是这个房子名 已经更名给孙静了 然后当时中介告诉我们 说他还在找 其他的银行做贷款 我婆婆呢 这边就等了一个多月 尽管房子更名到了 孙某的名下 但在双方买卖过程中 买方的联系人 一直是一名姓张的男子 于是田女士的婆婆和张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想把房产证拿来 作为尾款的抵押 三天后 田女士的婆婆 收到了产权证的快递 但打开一看 就发现了问题 这样的情况 让田女士一家更急了 那么这笔买房钱 为什么迟迟不交付 记者随后拨通了 买房者孙某的电话 但对方电话无法接通 于女士又向记者提供了 买房的联系人张某的电话 没聊上几句张某就以在外地 不方便接听电话为由挂断了电话 为了尽快弄清情况 随后记者跟随田女士母女二人 来到了当初购房时 他们找到的这家中介机构 因为是签了叫利建博 他说利建博他还是是夫妻 我们说是夫妻 你说过是情理出对象呢 他只签利建博 利建博签后的他面签 或者这我就不知道 或者利建博也许说用个儿原因还是咋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初期我网上知道 我们走劲我们负责 不走劲我们负责 什么样的客户你走劲 什么样的客户你住走劲 就是收全用的中介费 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李伟介绍 因为当时买房只是支付了几百元的签合同费用 其余办理更名贷款等事宜 都是买方委托张某进行办理的 中介公司对此事已经尽到了服务义务 但对于目前出现的情况 李伟表示自己也会继续帮忙 与买房者进行沟通 针对田女士一家的情况 吉林良治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 也从法律角度给出了建议 房主余女士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签订合同的主体 与实际过户房产这个主体 是不一致的 不清楚自己在跟谁做交易 根据现有的情况 我们建议余女士 把合同的相对方和实际过户的孙女士 一并起诉到人民法院 同时要求法院查封这个房产 尽最大可能去保护自己的剩余的这些利益 守望都市 徐莹宇峰报道 20年前在陕西安康汉银县境内 发生过一起命案 未成年少女刘某惨遭强奸杀害 最近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连续奋战成功将20年前的这个犯罪分子张某抓获 2000年7月28号清晨 安康汉衣警方接到报案 汉白公路高嘉岭路段发现一具女尸 报警后公安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对于现场进行的超部勘验 发现了这个 高宫楼被一切的一个干水沟内 发现是一名义气势机 年龄大又在这个 当时我们有超部勘验以后 这是一个分析判断 是在16岁左右 超部检验 提取相关检査 除了人为分析了 人为这是一期抢尽杀人来 由于当时整个案发现场都没有视频监控 案发地又在国道边 来访车辆人员流动量较大 警方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没有取得突破 20年过去了办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警方对案件的侦破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今年9月汉英县公安局对728案 再次开展全面梳理分析 围绕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 寻找案件突破口 最终锁定了20年前的行凶者张某某 经过周密部署 今年11月17号上午 警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捕归案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如实公述了其20年前 强奸杀害刘某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前段时间深圳的方先生 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 她翻看手机的时候 一个美女主动了添加了她的微信 可接下来聊着聊着 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上周末的一个晚上 方先生急匆匆地来到了梅林派出所报案 说自己被人敲诈勒索了 而原因是跟一个女孩在网上聊天 聊着聊着那个女孩说 要跟她视频裸聊 刚好一个人在家的方先生 就欣然同意了 过了一会儿 方先生问对方发生了什么 对方就发了一个网页链接给他 说这样看不刺激 在网页里看还有更多好看的 方先生也没多想就直接点了进去 可是刚点进去没多久 对方就发来了他的裸体照片 以及一些通讯录的记录 威胁方先生转账五千元 方先生赶紧到派出所报警 男子就比较害怕 然后就报警 到我们派出所之后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些劝解 告诉他这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 利用网络美女的图片 或者视频添加 当事人的抠抠或者微信 进行聊天 竟然又利用美女的图片 引导世主进行裸聊 所以在事主进行罗聊的同时 对方已经把这个过程给录制下来 借而去敲诈勒索 福田警方也提醒 说到如何防范此类诈骗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不碰 不想不看了 一旦没忍住就会上了骗子的圈套 此时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求助 及时止损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知识酸奶 长知识啦 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闻滋味 品质生活 好远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福克生宝宝做月子 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白城晴 零下十五到零下三摄氏度 松圆晴 零下十五到零下六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十二到零下一摄氏度 辽园晴 零下十四到零下一摄氏度 吉林 晴 零下十到零下二摄氏度 通话 小雪转晴 零下六到零摄氏度 白山 小雪转晴 零下六到零上一摄氏度 零下十四到零上一摄氏度 岩吉 晴 零下十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白山 小雪转晴 零下十四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春 晴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凯乱汽车提醒您 观众天气变化 华正有星照 一贯好品质 华正食品提醒您 观众天气变化 广西传奇 提醒您观众天气变化 本栏目由清血八维片 国药清哄血血 好性能好 特别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手望都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网友在网络端 给我们的留言 首先来看董德说 说有时候真的不明白 上课的时候好好学 基本上都能消化 为什么还要在外面 再学一遍呢 还有网友说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就有这种情况 白天上完 放学还得继续上 真的是挺糟心的 那好吧 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 家庭大戏 在家里一些事 欢迎大家持续续定 我们明天不见不见 再见